周末的跑步体验 上个周末,我去了公园跑步 早晨的空气很新鲜 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感觉好极了 公园里有很多人,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 我穿上跑步鞋,开始在公园的小路上跑 一开始,我觉得有点累 但我告诉自己要坚持 跑着跑着,我看到许多五颜六色的花开了 它们真好看,在阳光下显得特别鲜艳 不一会儿,我看到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跃 它跳得又快又灵活 我悄悄拿出手机,把它跳跃的样子拍了下来 然后,我继续跑 耳边传来了小鸟欢快的歌声 这让我感到很愉悦 跑步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个也在跑步的人 有的还带着小狗一起跑 我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 他们也热情地回应我 这份友好让我感到十分温暖 跑步不仅让我享受到了运动的快乐 还让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跑完步后,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来 喝了一口水,享受片刻的宁静 我看着周围的花草树木,心中充满了满足与喜悦 这个周末,我不仅锻炼了身体 还欣赏了大自然的许多美丽景色 真是收获满满 回望这次跑步的经历 我深刻感受到保持健康和清静自然的重要性 它像是一个小小的提醒 告诉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也要找到平衡 关注自己的身体与心灵 因此,我以后会更加珍惜每一次跑步的机会 跑步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能让我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放松心情 跑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 它不仅能让身体更健康 还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 让我们一起成长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